大家好,我是Den 今天我们来看一下引起韩网共愤的釜山回旋踢南事件 2022年5月22号星期日凌晨 在釜山的市中心与朋友聚餐结束的釜安 当他回到居住的公寓一楼等开电梯的时候 一个男人走到了釜安的身后 突然就攻击了他的后脑勺 釜安马上就倒在地上了 但是这个男人对倒在地上的釜安进行了多次的殴打 当釜安被打到昏迷不醒后 那个男人把他抬到肩膀上捡起掉落的物品后 消失到监控拍不到的地方 然后没过多久 监控拍到了这名男子走出大楼的样子 失去医师倒在地上的釜安很快也被居民们发现了 他被送到急诊室的时候几乎失去了意识 头皮有约4公分的伤口 脸部左侧有多粗擦伤与余伤 右腿完全瘫痪了 可能永远无法再走路 因头部受伤颅内出血的症状 釜安被诊断出需要8周以上的治疗时间 不幸中大幸事 在经过几个月的康复训练后 是可以走动了 但是釜安表示 已经再也无法回到以前的生活了 虽然事故已经发生了10个月 但他仍患有后遗症 这些药物是与头部相关的药物 以及焦虑症 抑郁症相关的精神科药物 事发4天后 在府上一个汽车旅馆被逮捕的这位男性 是之前在保安公司上班的31岁林某 在调查后发现 他与受害者釜安完全不认识 他说他在酒醉状态下走路的时候 误以为受害者在对自己说坏话 加害者李某表示 当天凌晨 在街上偶然与受害者擦肩而过的时候 感觉到受害者瞪着自己看 突然就很生气 我真的一点都不记得 因为酒 我好像失去了我自己一样 真的很想死 所以 李某的主张是真的吗 法律影片分析专家的想法却不一样 他一直维持着 受害者察觉不到自己的距离跟踪 当受害者停下来的时候 加害者也停下来 并试图隐蔽身体 维持着一定的距离 连续10分钟跟踪着采安的李某 当采安走进大楼后 李某也快速跟进了大楼 并做了一次是确认监控的样子 加害者只在连续攻击头部 这不是单纯的攻击 而是为了让对方失去意识的行为 李某集中攻击了采安的头部 导致他失去了意识 接着李某将他带到了一个监控死角 待了7分钟左右 这是为什么呢 李某对警方表示 他将受害者搬到别的地方是有理由的 因为他突然没有了声音 所以我感到很害怕 你把他带到死角做了什么 我这样打了他的脸颊 为了让他清醒 李某表示 因为受害者一直没有醒过来 而自己的手机也没电了 所以就没能报警 然后没过多久 采安被居民们发现了 但是 女生的上衣稍微往上提了一点 能看到肚子 裤子的扭扣是打开的 裤子拉链也拉下了 当警方询问李某有关性犯罪的时候 李某回答 绝对没有那种事 我有女朋友在那种情况下做那种事 不觉得很不像话吗 李某非常强力的否认了 而在调查结果 也没有发现到任何有关性犯罪的证据 那一天消失的7分钟的真相 究竟是什么呢 我们来看一下 加害者李某当时的女友是怎么说的 当天她一直发抖 然后将床推到门前 也从窗户往外看 确认有没有人跟来 然后突然就拔掉了自己的手机卡 那在拔掉手机卡之前 手机电源是开着的吗 是的 不是关机状态 所以这跟李某说的 因为手机没电 所以没能报警 完全相反 然后根据前女友表示 李某用女友的手机搜寻了 戏面叉叉公寓事件 戏面暴力事件 出血过多等关键词 然而 在她的搜索记录中 也包含了一些出乎意料的关键词 俯山 俯山 科科西尔国险的制作组 重新来到了犯罪现场 受害者是躺在这里 这边有一个紧急出口是锁着的 抬着失去意识的受害者 疑似是想要从紧急出口出去的李某 因为出口门是锁着的 所以没能走出去 而受害者被发现的时候 是在广告牌的后方 李某为什么要抬着受害者去紧急出口呢 然后躲在广告牌后的7分钟 他又做了什么呢 李某的朋友表示 在有了那件事没多久后 他在监狱写信给了朋友说 拜托救救我 我那天好像是被他迷上了 他说他看上了受害者 就想要闯一次祸 所以就做了 他没有说是打了 而是他说做了 做了后就闯下祸了 所以朋友们说的都是事实吗 我真的只有打他 他的裤子跟拉链被拉下的事情 我也是透过法官才知道的 不是我做的 那他为什么在逃亡期间 用手机搜索了那些关键词呢 我只是后期 那些人为什么会翻那种类型的事件 所以就搜了一下 如果我做了有关信的那些 应该会查到DNA什么的吧 真的没有那些事 他为什么会展现出如此坦然的态度呢 专家们估计 即使A某犯了新犯罪 也可能不是以正常的形式 在没有明确证据的情况下 这样的细节 通然不会被记录在档案中 他可能具有强烈的信誉 但在性能力方面存在一些不足 所以想要让对方失去意识后 来解决自己的异常信誉 如果没被发现的话 这也有可能会导致一些 残忍与怪异的罪行 这么一看 在袭击事件后 贼恩的身上也出现了一些不寻常的症状 我曾经认为这非常奇怪 因为我甚至没有听说过 任何人患过这种肛门疾病 我肛门一直在流血 真的是大量的在流 非常痛 事发后 一直在医院接受治疗的贼恩 15天后才发现到肛门有破裂 而当时对这个症状 并没有产生任何怀疑 如果当天就发现到这个症状的话 我觉得被信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但是问题在于 已经过了一个月左右后 本人才发现到了这种情况 所以无法断定真相 贼恩因为当时的冲击 根本不记得事发当时的情况 也没有想过自己是否被遭到不好的事情 更不可能知道这症状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不过也发现到了一个 可以推测失败者的症状 与黎某有关的线索 那就是在贼恩当天穿的裤子臀部后面 被检测到黎某的DNA了 但是 DNA在裤子内外发现是不同的概念 但在鉴定委托书上 只是标注用了棉花棒擦拭臀部部位 因此我不确定是内部还是外部 然后重要的证据是首先要委托的 但是 受害者的内裤却是最后被委托 况且送来的也不是内裤 而是用棉花棒擦了一下内裤的裤带而已 警方的鉴定委托书上 没有标注监测到DNA的地方是裤子的外部还是内部 也没有鉴定出DNA是惊艳还是拖艳 更何况 受害者的内裤部分也只是委托了用棉花棒擦拭裤带的部分 结果就没有检测出DNA 如果要判定性犯罪 必须至少有三者之一 加害者的自白 受害者的直接陈述 DNA 但是现在一个都没有 在一审中 被判处12年有期徒刑的加害者 认为处罚过重 已提出了上诉 而为了在二审减刑的他 正在努力提交反省术 然而 最傻眼的是 他从未成年时期开始就犯下了特殊盗窃 暴力罪行 有18次前科的林某 在2020年因涉嫌伤人与暴力行为 被判处有期徒刑两年后 去年3月初才出狱了 也就是说 他在出狱仅仅3个月后 就犯下了这次的暴力事件 犯罪心理学专家表示 由于有很多前科 他似乎比任何人都了解量刑标准 他知道如何掩盖自己的罪行 并减少刑器 因此他似乎是在寻找如何逃避惩罚 他在警方说的这一切有尽心救助 想要自首身心脆弱 都是为了减薪而做出的行为 加害者李某声称 在CCTV死角有采取救助受害者的行为 并表示如果没有被逮捕 他肯定也会自首 然后就是 我出狱不久后 马上开始工作了 我真的是想要重新做人 但就是因为酒 我真的很想死 在接受警方调查时 他小心翼翼地向警方确认了一件事情 这次会被判处很久吗 两三年 专家们强调 在正在进行的二审审判中 需要再次审查关于消失的七分钟的真相 就算 被证实 因为受害者的裤子是被拉下的 所以 是一定的 如果能将现在的罪名改成 随罪的话 就可以被判处十年到三十年之间 这个事件的话 应该可以判处到二十年左右 现在 就算无法再回到之前的日常生活 但是 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阻止 十二年后即将到来的恐惧与不安呢 我来交情愿书了 虽然有一句话说 活着的人还是要活下去 但是我真的能活下去吗 我是不是应该要再受伤一些 还是那天就那样死掉的话 会引起更大的争议呢 真的因为我还活着 所以能改变些什么吗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为什么有18次前课的人 能逍遥自在的在我们周围呢 韩国的法律真的不是站在受害者这一边 好担心受害者 受害者的衣服风格 发型都跟事件前完全不一样了 看着就很心疼 受害者根本就没有做错什么 要他怎么生活呢 希望司法部能决心 受害者您不是一个人 现在媒体也在关注这件事情 国民们也在关注 虽然知道会很辛苦 但是希望不要倒下 没有任何过错 很平凡的一个女生 为什么一瞬间 又成为可怕事件的社会者呢 蔡然今天也独自承受着 未来的不安 希望韩国司法部 能还他一个公道 希望您的看到